你一定要记住啊 下次羊肉买回家 不要再直接吃了 你就像我这样做一道白切羊肉 既能吃肉又能喝汤 这个天啊是越来越冷了 又到了吃羊肉的季节 今天呢咱们用了羊背肉 做一道既能吃肉又能喝汤的特色菜 路上摘来的羊背肉 先用白嫩的小手轻轻的按摩一下 按摩好的羊肉凉水下锅 开锅以后撇去浮沫 捞出冲洗干净 这样能够使羊肉不腥 而且汤更加鲜美 再次起锅放入焯火水的羊肉 加入葱姜 轻松插入即可捞出 再切成薄薄的厚片备用 碗中放入蒜末 小米辣 葱花和香菜 再加入这个很多大厨都在用的白灼汁 再加入一勺炖肉的圆汤 这样我们就可以大口吃肉 小手喝汤了